很多地方紫外線都來到了過量 甚至是危險級 所以看看我們這紫外線的圖表 像是高雄 屏東跟台東以及澎湖 都是紫色 也就是來到危險等級 其他紅通通一片 則是來到了過量等級 所以提醒大家中午時間 外頭紫外線真的是非常的強 所以一定要防曬以及補充水分 至於高溫的部分 其實目前橙色燈號提醒是在屏東線 黃色燈號也有彰化雲林 以及臺南高雄跟臺東 基本上這幾個縣市 這六個縣市都有機會飆到三十六度 那確實在屏東的三地門 在稍早一點的時候 已經飆到了三十七度 屏東其他車站 很多地方也都超過了三十六度 另外臺南雲林彰化 很多地方也是逼近三十六度 所以還是要提醒大家 中午時間出門一定要注意 外頭的天氣狀況要多補充水分了 而且出門最好備傘 因為除了防曬 下午還可以防雨 接下來透過雷達回坡圖提醒您 其實各地在中午之前都是多雲道晴 而且蠻熱的天氣形態 但午後熱力作用的影響之下 這個對流雲層發展 其實又順著風向 很容易就會移近北部跟東半部的平地 可以看到現在雖然雷雨孢 基本上都在海面上比較多 但有些雷雨孢已經慢慢飄進了平地 所以有些地方恐怕會開始降雨 而且降雨熱區主要是在中部以北 東半部以及其他山區都會有些局部短暫的雷震雨 甚至在大臺北東北部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區 甚至有局部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而且目前看起來降雨的時間點會落在稍待兩點到四點左右 所以中午外出要注意外頭的降雨情況了 而接下來透過亞洲運途提醒大家 到了禮拜五到週末假期 這個高壓進一步增強天氣形態會稍微轉變 到時候午後雷震雨會稍微減少 但是還是要注意了 山區跟近山區的平地 還是不排除在午後會一些大雨發生的可能性 所以在週末假期 如果有山區活動的安排 就是要注意這相關的天氣形態了 而且像禮拜在南海附近會有熱帶擾動 恐怕會變成颱風 但目前看起來是不會影響台灣 我們會持續帶您關注 而接下來帶您關注的就是各地的穩度 首先北台灣部分基隆臺北 行一百二十六度到三十五度降雨機率 偏高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桃園新竹百分之二十到五十降雨機率 而在中臺灣的部分 天氣同樣是不太穩定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降雨機率 高溫三十三三四四度 而在南臺灣的部分 要注意高溫的狀況 屏東三地門已經飆到了三十七度 而在東臺灣的宜蘭花齡要注意降雨機率 偏高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高溫三十一三十二度 而立島的澎湖金門連江高溫三十一三十二度 降雨機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以上今天的五間氣象 想要看更多精彩新聞影音請訂閱 按讚進新聞並且開啟小鈴鐺 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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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